歡迎收看區域風之霸 大家好 我是怡塵 今天我們試的是 Mercedes-Benz推出全新的電動車 EQE 300 但是這一則影片會幫大家 除了試這台300之外 還有EQE的AMG款 哇喔 是43喔 300跟43比起來的話 這一台可能會是比較多人負擔得起 而且會去比較考量的 一個車款 所以這一台呢 我們會以電號測試為主 今天我們集合地點 現在在南部 在台南 等一下呢 換車地點在台中 我偏不要 我要先開去高雄 然後再繞去台中 我要把距離拉長一點 這樣會不會太任性 如果又沒時的話就還好 可能沒有時間 今天時間有點緊迫 那今天這一則影片 我們就透過實測的方式 我們來算 它一度電到底可以跑幾公里 我們再來回推 就可以知道它實際的里程 你就可以當作你買車依據 就變成你到底要不要 購買這台車 跟你的生活有沒有match 來當一個指標 好不好 我們就上路出發 到高雄了 有沒有看到 高雄市林雅運動中心 你知道我們現在要幹嘛嗎 要幹嘛 灰塵 來不及了 到太遠了 我們的開法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隨便開 因為今天雖然是冬天 但是外面氣溫還是有點高 南部真的好熱情的那個太陽 所以我們的冷氣 目前是定在21度左右 然後開法是設定在D-AUTO D-AUTO的話就變成說 用電腦自己去判斷 它什麼時候要減速 回充 然後什麼時候要滑行 它會依據現在在市區嘛 前面有沒有車的狀況 自己去做判斷 去做回充 現在要上高速公路 我們就直接開回台中吧 以前油耗測試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時間很長 里程也很長 你就要聚精會神 然後把它一次開完 但現在時代真的是不一樣 有很多的電腦的輔助配備 ADAS系統可以輔助你 我剛有提到 這個D-AUTO 我剛剛在市區嘛 現在在高速公路 即便我今天想要嘗試 自己開車的這種樂趣 我調整到D-AUTO 在高速公路 那也是可以的 讓它自己去判斷 什麼時候幫助你 來減速 滑行 我覺得那一切使用起來 是很直覺的 甚至在市區的時候 它還可以幫你跟到停 然後AUTO HOLD 非常舒服啊 然後另外當然啦 我如果我上班通勤的話 其實我會更傾向開啟 Level 2 半自動輔助駕駛 你看一切都很輕鬆 熊子 你有看過這個嗎 我有看過是在那個 之前賓士的概念車上面 喔 它已經把它實際量產 到它的電動車上面了 對 賓士奇怪喔 有一種魔力 就是說你看這麼多的氛圍燈 如果在其他品牌的車款上面 你可能就會覺得 太花俏了吧 對啊 對啊 然後自己改的話 太土炮了吧 但是你看賓士這個品牌 它就是有辦法 把它駕馭得這麼好 然後包含這些電機系統 它的整合性很好 現在大家是在比的是一個整合 那講到電的東西喔 那大家也會很關心 那我會來買這樣的電車 保固對不對 來 熊子 保固多少 三年不限里程 這是這個車子是不是 車子的部分 全車 對對對 全車三年不限里程 OK 但是大家更在意的是什麼 電池嘛 對不對 電池它寫什麼 10年或25萬公里 它是保證你的電池容量 會高於70% 哎呦 10年25萬公里 幾乎可以說是與車同售的保固啦 那我認為比較特別 我看到的不是這些數字 而是看到這個電池是哪裡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像我知道很多的廠商 它的電池是直接叫外廠的電池 但是賓士的品牌EQE EQS 它們居然都是德國自己做的電池 原廠自己去做的電池 這一點是覺得滿特別的 然後里程的保固等等 給的也相當到位 我們現在測電號是為了什麼 就是要看一下 它所公告的數據 跟我們實際得來的數據有沒有一樣嗎 對不對 它是用NEDC還是WLTP WLTP 哎呦 有勇氣喔 多少 639公里 639公里的公告數據 如果是用WLTP這個規範的話 各位 直接把它打八折 來 打八折是多少 這個之前在小學堂都有教過 511公里 這個很有可能就是它實際的一個實際使用里程 那它的電池有多大 我們來回推一下 89度電 89度電 那如果假設我現在看到的電動車 通常啦 一度電都在5公里左右 對 所以這樣回推回去的話 59 差不多450公里 對 450公里到511公里 這個是紙上可以推算的出來 它合理的一個使用的範疇 那它怎麼樣再提高呢 有唯一一個方法 那就是今天我們的電耗測試 它的平均電耗要突破5 對 就有機會把它里程往上 那也就是說它的電控 它整體的系統管理要夠強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做電耗測試的關係 嗯 好啦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然後之前的小學堂 有一些朋友有遇到一些問題 甚至有一些留言會來回答一下 有人說我們這個電池容量算法的回推方式 會存在一些誤區啦 會誤導觀眾 因為呢 他們會說電池 大家都有長電 嗯 因為離電池它有一個特性嘛 對不對 它沒有辦法讓離電池全乾 全乾的話離電池沒有活性 它就啪 就死掉了 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傷 所以它會有長電 所以網友普遍的留言就是說 例如說EQE這一台有89度電 那應該要先扣除10%到20%的電容量 才是它可用的電量 有這樣的說法 有些廠商會公布可用電量跟電池的容量 你答對了 這樣的留言這樣的說法 它算是對一半 因為所謂的長電呢 基本上就像熊子剛講的 有些人會公布說 我的總容量是多少 這個叫標示容量 那我的可用容量是多少 例如說像Volvo Volvo的車款它就有標示 特別把它標出來 告訴你多大 你可以用多少 那像這樣的車款 EQE它所公布的89度電 我想這個就是你的可用容量 它沒有再告訴你說 我搭的到底是多大的電池 反正就是89度電 你用就對了 其他長電我都不公布了 就直接用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樣的說法是對 也也是不對 因為目前89度的確就是可用 直接乘上去 那就沒有問題了 不過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等到等一下 我們試驗結束之後 才知道結果 其實這個跟油箱一樣 對啊 所以也有人給我們留言說 你這個就憑裝新酒 你講不出什麼話了 意思不就跟油車一樣 對啊 沒錯 其實電車跟油車一樣 很單純的 只是說換了一個系統 大家就開始覺得 害怕 有一點陌生的感覺 但其實我們想要告訴各位的就是 沒有那麼難 其實一切都是那麼的簡單 很容易就可以推算出來的 沒有問題 好 所以記得要訂閱全民公司吧 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的FB IG LINE等等 有一些資訊 我們會透過我們自己消化完之後 然後用最簡單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感覺好像要結尾 沒有 你們看到前面塞成什麼樣子 還早呢 我們還有164公里 我太難了 好了各位 我們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我們的里程數到底有多少 我覺得我們跑了很久的時間 大概三個半小時左右 里程數挺多的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參考價值 快要250公里 總共是249公里 那現在數據出來了 每公里呢 要花掉156瓦斯的電 哇 你是不是頭很痛 想說要怎麼算 沒有關係 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是不是 這個時候呢 因為一度電嘛 這1000瓦斯嘛 所以你就直接把1000 除以我們剛剛的數據 156 你就可以換算出來了 來 就是 6.4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每度電 可以跑幾公里的數據 非常不錯耶 為什麼 因為它的車身尺寸很大 整個車長已經快5米了 然後整台車呢 兩噸多 我覺得它在電效的管理上面 表現相當不錯 這個結果呢 我是重複驗證過的 因為上一次在試駕EQS的時候 也有研究過這件事情 其實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說開法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隨便開 但是一定要舒適 然後該享受的都有享受到 要超車 你就超車 不用特別去節電 可以得出來的數據 就是6.4 而且我覺得 我們對它還蠻嚴苛的 是因為我們幾乎 都在高速公路上面跑 那各位要知道 高速對於電車來講的話 它的能耗是非常不利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回推 它的實際的歷程 大概是多少 因為它有89度電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數據 乘以89度電 所以合理的推斷出 這一台車 如果你把它開到乾的話 可能可以接近570公里 那我們來反覆驗算一下 WLTP它的數據是639公里 上一次教大家的把它打八折 也有511公里 也就是說它在你日常生活當中 不管你怎麼使用 它的里程都在500公里以上 過關給過 我覺得它在整體的敘事里程上面 真的是管理得不錯 然後也非常的實用 那假設你今天真的要開很遠的路程 從西台灣開到東台灣 然後開了一整天之後 當然我會很建議你在休息的時候 或住宿的時候 找一個有充電裝的地方 然後把它打開 直接插上去 這樣就可以進行充電了 因為它是J1772的 假設8.8千瓦的話 你充10個小時的話 那就是88度電 它充的時間會比較長 它適合你在過夜的時候來使用 假設你是在休息的時候 當然如果有快充的話 就選擇快充 不過這一台車 我看它的快充 只有支援到170千瓦 在市面上絕對不會是最快的 但是我發現 以傳統車廠來講的話 他們似乎有一個默契 電池10% 充到80% 大概就是用30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各大傳統車廠 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你下去吃個飯 上個廁所 回來又回到80%的電量 好 是這個樣子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換車看看 EQE-43 AMG的有什麼不一樣 好 換車了 EQE-43 4MATIC四輪驅動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剛剛開的300是二輪驅動 這一台它就可以坐到四輪驅動 然後外觀完全不一樣 它有AMG專屬的磁鋪式水箱護照 對 水箱護照 它是不需要水箱的 對 但是我們習慣叫它水箱護照 上面還有一個AMG 跟我們開的那一台300 它就營造出不同的風型 左右兩邊看起來也會比較運動化 包含側邊或者是車尾 都比較AMG一點 這個造型你們覺得怎麼樣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當然美醜在個人 但是我的話我就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然後再來側邊 這一個也是AMG 它專屬的旅圈 好吧 美醜在個人 我覺得我不喜歡 你喜歡嗎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頭燈 它頭燈的話不管是AMG43 或者是300 它們都有智慧型的頭燈 自動遮蔽 還有超遠的遠燈的這些功能 智慧型頭燈 這個很重要 但是呢43它就多了一個更酷炫的功能 它也是標配 就是它有投影的功能 你可以用你的頭燈看佩佩竹 看海綿寶寶 或者是看電影 這些都不行 但是你可以幹嘛 就是有迎賓的功能 一按下去之後 它有一個AMG專屬 非常運動熱血的一個投影 迎賓 非常酷炫 好 這個東西是標配 當然你300的話你想要 你也可以去做選擇 另外這台車 它是認證車 它有一些選配的功能是沒有開放的 但是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好 你身上只要帶著鑰匙 然後呢 輕輕一摸 隱藏式的手把 好 這個跟認不認證車沒有關係 有關係的在於我開啟門之後 你看喔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麼奇怪對不對 但是它現在就卡住了 他說這個功能叫做豪華自動前車門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般的車 你的車門鞋鏈可能只有三個角度 對不對 但是呢 它就變成無段式的鞋鏈 固定在這邊 好 有沒有 固定住了 要關門一樣用力一點 就可以關上了 那如果你沒有關好的話 它有一個自動吸門的功能 這個功能大家喜歡嗎 在台灣好像是沒有開放雪盆 手感的話滿奇妙的 跟各位分享一下 另外在整個外觀啊 我認為跟之前試駕的EQS 滿類似的 但是你看它在車尾的部分 它的第三煞車燈 它是設計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面又有一個尾翼 整個看起來 它有兩個尾翼的堆疊的感受 我覺得在線條方面 是不是第三煞車燈 還是設計在後檔風波裡面 好像會比較好看 好啦 當然美丑在個人啊 這個是他們繳出的成績單 大家喜歡這樣的外觀設計嗎 另外後車廂 它是電動開啟的 開啟之後行李箱空間 其實不大 大概四百多公升 就只有這個方針的空間 它是四百多公升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帶的行李 基本上一家人出遊也是夠用的 我想其他的重點應該在於車內 好 內裝的部分 當然是它跟300最大不同的地方 其實就是跑車化的座椅 以及它內裝的鋪陳 擠皮的 木頭的 還有這邊有一些AMG專屬的操控面板 其實內裝質感來說的話 賓士完全不需要擔心它 然後AMG它的運動氛圍營造的也很好 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個 蜻蜓式的方向盤 上面還有兩個旋鈕 你可以去決定你現在要的駕駛的模式 或者是懸吊 你的氣壓式懸吊的狀態等等 這個氛圍都非常的到位 當然接著我要講的很重要的就是你可能看了很久的這個螢幕 這個叫Hyper Screen 非常的浮誇 但是呢 這個螢幕它是要選配的 它的選配價格是454000塊 哇 現在電視好像也沒這麼貴對不對 但是它所支援的功能 以及它這種繽紛的程度 或者是讓你朋友大開眼界的程度 我想它的分數是挺高的 再加上它又是做這種曲面 然後使用起來這樣推 它有震動的感覺 這個我記得之前我們在試EQS的時候 有幫大家介紹過 那如果你有選這個Hyper Screen的話 前面雖然也是電子的影表板 但是跟EQ E300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上面呢 最主要多出了一塊這個 肉眼其實看不到裡面有什麼 但是你攝影機湊過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邊有兩個紅外線光 它其實是一直在監測駕駛的 因為副駕駛前座的這個螢幕 它是可以使用的 而且可以用它來看影片 然後連接它專屬的藍牙耳機 我在開車的時候 它觀賞著自己的影片 對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呢 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你問我說我會不會選這個螢幕 基本上我是不會選的 除了它的價格其實蠻高的之外 再來我覺得它選了這個螢幕之後 它的功能的支援性 並沒有到豐富到多 四十五萬四這個架子 當然啦 它的尺寸變得很大 但是呢 剛剛我說的駕駛座前座 你可以看影片對不對 但是它裡面並沒有那一件 可以看影片的App 當然你說它有瀏覽器 可以直接上網 然後去看YouTube 去看Netflix等等都可以 但是操作的體驗其實是不好的 它的瀏覽器運算速度不快 所以你要用什麼方式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一個USB 把你要看的影片 預先放在這個USB裡面 上車之後再插到你的車上 讓它去讀取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大的畫面 然後呢 比較正常的運行速度 但是使用起來 我認為冰室還是過於保守 它還是處於在一個傳統車廠 要踏進一個全新領域 但是呢 有些做法還是太過於拘束 我覺得這個部分它是很可惜的 另外 中間的螢幕 我記得它已經17點多吋了 它儼然是一個 有點像以前電腦螢幕那個大小 看起來非常的過癮 但是裡面所支援的內容呢 基本上它的差異是不會很大的 當然你說連上手機之後 它的顯示當然也就更大了 但是呢 也就侷限在 尺寸變大一些聲音 你說300 它不大嗎 它也很大 你說需要花到這45萬4萬嗎 我認為你要想想看 你的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 另外 屬於它的問題 EQE這個車型呢 它畢竟已經到了一級距 對比於油車的話 它就是E-Class的等級 所以你坐在後座 或者是坐在任何一個位置 你都要非常舒適才行 但是如果你有去乘坐EQE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後座有一些問題 就是它的乘坐感 並不是非常的舒適 坐上去之後 其實我有點嚇到 它的角度不僅是挺而已 它甚至有一點快要折起來的感覺 所以坐在上面久了會非常的酸 然後再加上板凳的感覺 所以這整個乘坐的體驗 雖然它後面也有兩區的紅紅紅糖 但是就是不舒適 所以我認為它在頭部空間 或者是後面的空間 甚至是椅背的角度等等 這些的配置在後座 是我比較在意的 所以如果你買了這台車 是要全家一起乘坐 後面的人也要很開心的話 我會建議你帶著家人 一起去坐看看 這樣的角度是不是你能接受的 好嗎 好 我們就上路試試吧 現在試駕的是EQE的43 是AMG款的 其實一上路之後 你就會感覺到 跟300完全不一樣的那種 速殺的感覺 我想營造氣氛一向都是 Binston它很拿手的 不過進入了電車時代 跟以往的汽油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很多的不一樣 因為電動馬達的加入 真的實在是太暴力了 所以即便我是在C模式 我踩下去之後 我瞬間的加速 還是非常驚人的 而且完全沒有聲音 這也是為什麼特斯拉 在很久以前剛推出的時候 受到很多人的喜愛 就是因為它的趣味 跟油車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現在選擇到S模式 選擇到S模式之後都不一樣 驅動模式懸吊 以及它的聲音 全部都是Sport 有沒有聽到聲音了 現在還不是很明顯 因為我的油門含一點點而已 好 聲一點呢 有沒有一種要起飛的感覺 包含它的聲音 好 我們來試看看喔 我們再調整到S Plus 好 現在驅動模式變Dynamic 懸吊變到最硬 Sport Plus 包含它的聲音 還有它寫的是Powerful 這真的是滿過癮的喔 這真的是滿過癮的 你看 基本上它的變化 跟剛剛我用C的時候 全彩結果其實是沒有差到太多 但是它所帶給你的那種趣味 那種樂趣就是完全不一樣 當然它加入了氣壓式的懸吊 讓它在不同模式之間 它的變化其實是可以更大 那麼我想在駕駛的過程當中 油車跟電車它是截然不同的感覺 那尤其進到了電的時代之後 你要知道帳面上的數據 跟以前我們在看油車的時候 那個概念是不太一樣的 例如說它的馬力多少 四百多匹 四百七十幾匹 就是看起來不大 真是不大 但是它的扭力有八百五十八牛米 重點是什麼 隨踩 己有 不用任何等待的時間 沒有任何的空窗期 你瞬間就可以享受到 八百五十八牛米的動力 所以時速0到100公里 只需要4.2秒 踩多少 用多少 我想即便同樣數據的油車 來跟電車比的話 你還是依舊會覺得 哇 電車開起來的感覺 真的是很迷人 為什麼踩下去馬上就有了 好 這個是今天我們的體驗 做了很多的測試 不管是300的油耗測試 包括AMG衝刺的一些測試 我們都跟各位分享 但是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些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例如說300它的電控 做得真的是很不錯 但是到了AMG之後呢 這個EQE43 它的電耗就完全沒有辦法 來跟EQE300來做比擬 基本上即便我順順的開喔 我順順的開 我剛剛也測了一下 它的電耗表現 也沒有辦法達到像EQE300一樣 畢竟它有兩個馬達 而且我覺得差距還滿大 大概一度電可以跑 三四公里而已左右 差不多就這樣 差不多就這樣 那更不用說我剛剛假設 我剛剛一直踩一直踩 一直去享受那種沖澀快感 你的電會噴得更快 這個跟汽油車也都完全一模一樣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另外要請大家注意的就是 你一定要去注意你的輪胎的配置 還有要控制住你的腳 為什麼 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這一台車它的車重 大概是2.5噸左右 假設我滿載加上我的行李 這個移動物大概三噸 也就是說對於你的輪胎的負擔 它其實是很大的 那目前讓世界更大的輪胎品牌 陸續慢慢的推出 針對電動車合適的一些輪胎 那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不同的配方 它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包含胎幣的軟硬的支撐度 以及它的魔耗等等 因為第一個重 第二個扭力 隨踩隨有 所以它在魔耗上面 如果你一直這樣去踩它的話 輪胎很快就下課了 好 最後講一下我的節語 我的心得 我覺得電動車 它的關鍵 未來決勝的關鍵 一定還是在於電車 一定要有一個殺手級的應用產生 你說外觀再怎麼酷炫 上再多的電子配備 我認為這個都不是重點 因為這些東西 Hyper Screen 你說能不能放在汽油車上面 絕對可以 絕對沒有問題 那什麼誘因讓我選擇 非得要電車呢 除了它的駕馭感覺之外 還有什麼應用嗎 殺手級的應用是什麼 那例如說現代的車款 我記得是現代還是Kia 它們的電動車有一個 這個V2L的功能 比如說我在錄影休息的時候 我可以把電導出來 當作家用電來做使用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應用延伸 那麼它們呢 雖然這是賓士第一張 繳出來的考卷 第二台電動的性能車 之前試的EQS才是第一台嘛 對不對 不過這個就是它們近期 繳出來的考卷 但我覺得應用一定是最重要的 最後最後決勝的關鍵 除了應用之外軟體 這些軟體才是未來決勝的關鍵 能不能把科技落實在車輛上面 跟生活甚至是穿戴的配備 做一個更好的結合 特斯拉為什麼會成功 你說它的車用料有它豪華嗎 沒有 品牌有它歷史悠久嗎 沒有 組裝也沒有編識好 但它為什麼吸引人 因為它的軟體實在是太厲害了 有開過特斯拉擁有過的人 甚至你沒有擁有過 你可能都聽過特斯拉 它多麼的好用 甚至它有多麼的開創性 它有多麼的前瞻的思考 包含它的軟體的整合等等 就像我剛剛講的 前面搭了一個螢幕 利益良善 但是用起來 它卻是跟現實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想電動車這一條路 其實以它交出的第一張考卷來講的話 我覺得分數已經很高了 但是你說有沒有到滿分 或者是接近滿分 我覺得還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我針對賓士全新推出的電動車EQE 不管是300還是43 所有的心得都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購車的時候 都可以把這些話跟心得放在心裡 然後自己去做一個評估喔 我是宜晨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